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要小 他们都是下少年赛起来的 赵银是少年赛大师同的大师 赵银是最近几年和他的队友梅娜合作 在团体赛中也是多次打进前六 这是属于发挥很稳定 安徽女队一直在高华老师的支持下 包括他们院长谁 丁晓峰 然后一直就在团体赛中坚持着 我觉得最近两年其实很胜 成绩也不错 很坚韧他的棋 那么这盘棋是赵银先行 抢的冰淇淇淋 对 他先挺的冰淇淇淋 所以看来是有目的的 这么早就抢起来 赵银是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稳健的那种风格 他们没骂两年都下棋行都很稳 很坚韧 就是中间那个缠斗的那个 很有耐心 其实我现在也是不觉得 我现在觉得他们俩棋风应该挺雷厉风行 那种 后来很坚韧 马尔头真不是那样 有时候继续碰上 就是北京队鼎盛时期想赢这俩都很难 就像唐南和刘桓鼎盛的时候 都有点费劲 反正有点顶的那小劲 顶的劲 充 马尔尽三跳 马尔尽三跳 马尔尽七 马尔尽三 马尔尽三 跑八戒 对 跑八戒 咱们刚才刚说过 他的棋很有韧性 很坚韧 很结实 是他喜欢下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个布局 从布局特点来说 他就跟什么中炮直居 横居都不太一样 这个是公认的一个稳健型布局 他比较讲求的是布局的阵势 对 协调性 他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对兵火马 还有一个就是马七斤六 在炮五平六或平七 支持你的河河马 把事项一飞 咱们一般开玩笑 是这铁件 没法哭 太铁了 摆个姿势 你来吧 是不是 关键这个马在这 你都上不去了 对 最主要是支持 那么这盘棋 唐思南当时 因为小孩现在都很用功 走的是最流行的招式 好比你 对 过去以往这个棋 像我们那时候下棋 我们那时候下棋最早 都是走向三进五 后来发展了 又向七进五了 改了 对 完了 当然还有什么马七进六 不是 马七进八 外口马 马七进八也有过 但是很容易被人 遭到中路的一些骚扰 对 因为外口马偏了 那么理论 布局理论发展到今天 我发现现在的棋手 跟以往的队局不一样了 过去下棋就遇到这种稳健性布局 黑方的策略都是你加固 我也加固 完了 大家都很坚实的阵法下 开始缠斗 对 较量后半盘的力量和耐性 你稳先稳着 任性作战 现在的这些年轻棋手不一样 他们就说你不是稳吗 你不是摆姿势吗 摆架子吗 我不理你 我就快速出击 就不跟你什么摆姿势 我也不摆 我就直接用针锹实弹的 我跟你就打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 现在这些棋手里面 应该是特指女子棋手之多 男子棋手可能还好一点 还稳一点 现在有些年轻像什么 野冲鸡 像孙浩宇那个 夏琪也是 我看有时候都觉得有点不讲理的 对 反正女子棋手是这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你和棋 我先来练练吧 当我看到这招的时候 我觉得唐思南还是很用功的 对 很用功 因为我也看到很多男棋手 包括顶级的 像什么赵公公老师 像孙永征 他们现在最流行的 这个棋好像一遇到巡河炮 都喜欢走这个炮平衣 而且效果还不错 是吧 甚至他的胜率还高于了 向三进我向七进我 那种传统的 最近很流行 这个下法 他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什么 快速出击 然后管你对不对兵 你对了兵 我也是长巡河区 就给你对掉 然后马上升起巡河区 我觉得也能接受 对 它升起巡河区 就封锁了你这个局了 对 原来其实这个理论 我觉得让红旗对起三宾来 应该是红旗挺满意的 一件事情 对 但是他现在认为 你对完之后 我的马是活的 我跳出来之后 这条线 今后把相补起来 也对我也没有什么方案 反过来说 你这炮可能还有点虚弱 这个是利弊参半的 对 就你的目标还不明显 发出去再喝口 对 而且你走了这么多棋 俩居没动 这个棋典型的双军 对 所以黑方咱们刚刚经常说 你双军对方慢的时候 你就要尽快出区 制约他的先手优势 所以黑棋对红旗的边三进一 在此置之不理了 对 完了 迅速出区 你对兵再打又是两招棋 我们来看看 对完兵之后 黑方能不能打到他一响 对兵 当然这个棋也有出区的 对 也有出区的 但是出区了 黑方出区 对你这个炮有所限制 对 那你还对不对兵 你再对兵他起来了 你对兵他还可以对 对完之后掌区要打区 一样的 他起来也行 一般情况下 红方这时候也不对区了 他可能炮鼻了 你再长一巡河区 但是红方的布阵有些迂回 你看这炮 百来百去的 就是红方这个目的都没走到 对 转来转去的 最后也不知道能怎么样 我们说在自己三线以内调整 在调整 而且他是自己转弯弯绕 有点迂回 那么这个棋 红方还是对掉 这还是 对掉也是正常 正常 98.4吧 98.4 下文这部棋 反正可能是有点太稳健了 G9平8了 G9平8了 实际这个棋 如果出区的话 现在 他把7平8跳的 他还有一个炮三边 出区的话 会遭到人家的一些反击 G2平7 一抓你 尴尬 对 如果你打了 打过来 你这个马好像也追往家里跑人 你跑那么多步 所以说这个棋 如果你出区 可能还是 这个棋可能是拆炮吧 一打完一掌区 一拆炮 这个棋拆炮可能比较 更稳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这样的话 你要跳马 我赶紧把十项补起来 补哪边的 补向三进五 这个棋可以对 对 也可以起横拘 对 我不一定非得对区 我可以起横拘 所以这个棋 这个棋还是形状的问题 对 可能这么下会好一点 还有可能兵足三基因会不会 也有可能 这个棋 他实战走的是拘 不是 这个棋不对 这个棋是刚才是这儿的 拘在这儿 一拱一拱一打 你平炮 对兵吃了 吃了 出击 现在该红旗 红旗这时候如果要出击的话 是黑方可以走 G2进4 然后如果你过G2进6 它可以G2平7 对 这样的话 打掉 打掉 你这马还得跑 对 跑完之后 咱们可以简单的演变一下 打掉 你要往上跑 它这底下恐怕有点事 对 一般情况下 你就要鞭马 要么窩心马 如果你提窩心马说这点紧凑 这马可以从这边腾挪的话 它还有这种手段 直接要卡一会儿 对 有这种可能 完了 今后 它一个导可以 是不是有弃子的手段 对 你这五根 一时半会儿也没什么起 下一招就要走 对 下一招就要抢 因为下一招你不能吃 你吃它立居要杀 是 那就卡死了 完了 你现在就得飞边向 你飞边向 它还有很多手段 点进来 什么的 各种手段 它就很容易腾挪 它则很快的 对 很容易腾挪 所以这个棋要是冷静一点的下法 就拆个炮 对 拆个炮 等等它 这棋不出局 就直接就拆炮 将来有可能贴将 你要跳马峰 我就补试补像 或者补个像 先掌鞠 这马可以跳上来 双方就是 这个鞠可以经用贴将鞠 对 不一定飞这儿 跟它迎着作战 所以这个鞠酒瓶巴显得太消极了 那么这招棋为什么不好 它要鞠针在这还好 这是一个窝局 让人家走了一步棋 按说是不能容忍的 对 它可能也是觉得 其实有点欺负小孩的味道 这应该它不敢欺负 但是它觉得功力 下到后面功力可能 它还是可能出一种战略考虑 先求稳 然后再等一等 再看一看 反正这个有点不可思议了 这个对调了 实战就给对调了 我们来检验一下 这个亏的有多大 让黑棋下得很满意 黑棋肯定是这招了 不能让你出来 出来红的又好了 跳马了 咱们刚才说过了 虽然你把这兵对开了 但是人飞起七项之后 这个鞠 对 人家那鞠是活的 你那鞠是死的了 对 而且一步先手 这是很大的 这只有拆炮了 这只有拆炮了 平均一桌 这只有不像 不像 鞠鞠近似兵起来 这都是顺理成章的招法 对 黑方顺势调醒 对 明显速度 这红鞠太慢了 对 但是还好 这个棋呢 红方啊 阵型还是可以 对 它还算坚固 坚固 对 赵银 赵银他下棋就这个特点 反正我不一定有多的先手 我就是顽强 我就是坚韧 只要你终局没逮着我 或者有些失误 先弄也铁不声 完了 反正你打累了 就轮着我了 就铁不声嘛 我就让你打 就这意思 不是 黑方 耐心比较好 黑方一看 我也就是先解决问题吧 全盘就这个码有问题 一本一眼 这样拱了 也不着急 拱掉 吃过来 吃掉 把清新亮 不拘到这儿呢 黑方已经全盘子力 都已经灵活了 没有什么明显的弱点了 那么就开始 谋得物质上的优势 其实差就差在这一点点 黑方明显好就好在这一家 但是呢 这个棋呢 就是下到这儿呢 红方也还行 就是说不能说他有先手吧 但是阵型还是可以 但是铁不山总是露出了点毛病 露出了点疑惑 这招棋呢 就是说 现在他红方比较难受的在哪 就是拘换 贴降 那边有问题 如果你出这个吧 人家顺手就踩一个 甭管赢得了 赢不了我多辣兵 就是 然后呢 这是炮打过来 底线 所以还是这个打过来 就牵制了 对 那么这个棋呢 红方呢 也是见招拆招 我先顶住你 把你给对了 对吧 这像这个红棋的风格 对 先给对掉 然后我这俩码位置还可以 今后 在这个位置形成一个铁甲连环码 它就指着码往上连 对 这铁甲连环码 完了 我居在出来之后 他这棋就是 反正你攻不住 攻不动我 我这码绑这一哥 就随时发动反击 对 这码真要盘到这儿来 也是很厉害的 它盘上去了 还真是不错 也是很厉害的 其实也很快 一脚两脚 很快 是吧 那么吃点 黑方打了 黑方踢上去 踢上去 那么黑方呢 现在是 马八斤六 马八斤六 黑方也很简明 是不是 对扑吧 你敢扑我也扑 咱俩对扑 我老觉得 我老觉得这个棋 黑方隐隐约约的 肯定要有棋了 虽然是背面 是 这个棋 黑方的子力战位 会好一点 但是 最主要是 红极大碗居 对 但是红枫 现在也没有说 特别的说 不利的地方 现在这个棋 红枫肯定是要解决 这个居的问题 居平四一抓 那么到这问题来了 咱们刚才说了 红枫的下棋特点 就是下棋比较顽强 然后在顽强的防守中 等待战机 只要你手软 我马上可能 我这棋是红枫 咱说了 子力位置也不错 这当当 两脚 你就完了 是不是 也是非常的快 对 就是他试图反击 我就是等于老含着这棋 我不主动 就等于手软 你犯错误 一旦出现 蹦袭 他就冲进去 我想 其实朋友在这里面 大约可能都有一点水平的 都能看到马六近五彩了 我们给一点时间 让大家算算 马六近五到底是什么情况 稍后回来 好 观众朋友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这盘棋 那么下到这 这招棋体现了 唐思南敏锐的 这个 攻杀的这个棋感 对 至少意识 还是比较积极 意识非常的积极 这也是一个优秀棋手的基本素质 对 那么他这个马 并不是说跳个什么 卧槽马 往里蹦一蹦 他直接就 踩下 发动 你们算得怎么样 觉得谁厉害 对 发动进攻 那么这个棋 当时可能也是 也一惊吧 应该 因为他可能没想到会这么猛 这个冲击确实很猛 但是至于谁厉害 我想当局算起来 还是有 很难 很难 双方都很难 对 因为这个毕竟 红的这子位还可以 而且也相对安全 他还有这老健身精 还可以逃跑 而且后面力量 这马还没有那么快 这边黑的也很空 对 如果对攻起来 这个子如果被吃了 如果黑方没有能 发挥进一步的攻击 弃子成不成立 对 还有待于这个 我觉得 李鹏老师我问你 就是你觉得 这男棋手跟女棋手 区别在哪 我觉得从这个 主要是在这个 棋的理解和认识上 理解和认识上 我觉得计算力 其实女棋手并不差 不差是吗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女棋手并不差 但是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女棋手 就是她虽然 你说她不差 你知道吗 但是她有时候 不肯去计算 有的时候就是拿起来 就比如说我 看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她行 拿起来就走了 走了再说 对 就是男棋手呢 是很理性的算清楚 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 再走 她有时候算不清楚的时候 她也不敢下 对 女棋手是比较感性 她宁可错失这战机 她也不会冒这个险 是 我是比较感性 我觉得行了 先走了再说 你知道吗 她有时候女棋手一般 算我也算不清楚 有个百分之五十左右 我就差不多了 就行了 男棋手好歹算个百分之七八十 对 我觉得区别在这儿是挺大的 但是我觉得真是觉得 因为跟女棋手有时候也下过棋 她们的计算力一点也不差 是吧 她们主要就是有时候在一些特定局面下的一些理解 她们会有一些失误 是吧 没有男棋手那么严谨 而且这种失误 对于男子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马上就可能就要崩盘了 有可能 这盘棋就一个招就败了 对 一招都败了 但是真是对杀起来真不好说 是吧 这个事 所以从这盘棋你看 对杀起来了 我告诉你 赵云下的还真是不错 前面可能是好像跟人梦游似的 对着温居 顶一顶 挺软的 下的还真是挺稀 一般情况下这种有三种下法 一种是飞 这是一眼就看不行 一打僵一吃 下马上崩溃 对 这肯定是不行 居丢了 还有一种下法用马吃 我先吃了再说 马吃好像也不太行 完了还有一种就是实战 居思尖二 它比较困难的选择 就是居思尖二和用马吃这个 到底这个怎么选 马吃 我觉得感觉上第一感是居思尖二 但这个是有一个选择的 就是说因为你居思尖二之后 今后你再吃马 你用居吃可能吃了背变去 你要再马吃 你就会想 我前面用马吃就完了吗 但是我觉得马吃这边有点危险 咱们看看赵云这招居思尖二 还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有道理 咱们看如果推马吃 他吃了 吃香 对吧 他也想我马吃了 我先展个居和居 下吧 不下 如果下的话 这个旗他倒真没事了 他就后边一跟就完了 他先踢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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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有顶 只有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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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也不沉 它就平衣服 它就寒着 它不动 这个不能走是捉霜 对 它不动 这个你讨厌了 这寒着 这跟不上了 这个为什么讨厌了 比如说我也没得走 马上就刺 铺草 我也弄你去 这样 他这束沉下来了 那他 你只有跟 揪吧 只有跟 他这变成仙手 一脚踢 踢着马呢 对 你这跑 跳出去吧 你这跳出去的话 比如他就叫 这大伙就出事了 是吧 这就出事了 看着是有点悬了 这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这边还是有问题 这就出事了 你这出架 他一拔江 这一江 他各种的杀法全来了 对 是吧 鞠马炮 完了 你还不敢 你不动不行 不动下这 踢鞠鞠没了 你现在必须出架 出架 他就真的踢鞠 你也不敢花式 真的照江 花式他也是踢鞠 你这个鞠马炮 形成一个战术组合了 对 已经不行了 失事倒是不一定杀得下来 踢江我看也挺厉害 你落室 他可能就到 登下鞠再踢江 对 他抽炮 什么各种的 这种 登下鞠 你鞠都没地儿 只能走这 你躲这 他可能抽炮 你支持他 马一江鞠也危险 你要不支持 所以我说 我又没算这么清楚 但是我觉得 所以这个赵鞠 为什么说 女子骑手的计算 还是很厉害了 他前面可能走得 跟梦牛似的 但是这个时候 他这个计算 还是很清楚 说这个 本来是一般情况下 都是想拿马吃 你吃我长巡河 来跟着你 不是就完了吗 对不对 我多个子 我觉得不行 但是呢 我觉得这马太快了 所以说赵鞠的特点 就是他 这手的 他清醒 真的 他前面可能 他不是很讲究 手工还可以 对 这个一手 我宁可费点事 我先给你守住 这样他 吃了 吃了 对 吃完之后 赵鞠也不吃 他毕竟底下有问出 出镶了 先出镶 下来了 这时候又出鱼的事 现在呢 黑方有一个选择 就是说他可以不丢子 不丢子呢 就是吃 去七平六 去三平四 对 但是不丢子的结果是什么呢 出现对攻 这个对攻呢 明显是黑方不行 对 红的快呀 对 咱们看一下 他怎么不丢子呢 就是他一吃 一吃 最主要是 红方出镶是杀着试的 对 你先不丢子 就只有吃到这个了 对 这不敢跑了 跑了这一僵就僵死了 对 这样他底下先 是不是 他呢 先杀一僵 你上将 然后他走 咱们刚才说了 这马针蹦两脚也很烈 现在就是一步杀 对 他一步杀 他全都用上了 你这个怎么办 你这个退僵 退僵他就吃了 你现在退僵 他就给你吃了 对 他就吃了就行了 如果你用这个僵的话 他电炮 对 那你不行 你后手 你还得解决 如果你这个僵 他电炮 如果你再这么僵 他不吃你 他走这个 你就讨了药物 快绝杀了 你不能吃马 你吃马 他灯区 那你现在怎么办 我这 就是马斯坚利用 怎么解决的问题 你解决这个 这怎么办 对 那这你丢一个 就是 这个不行 都是后手 都是先中后了 对 所以说这个棋 你杀石下到这 你要直接僵 这个马是这样的 这样 对 你要直接僵 他给踩了 你吃了 你吃了马 他又帮上去 帮上去 你不能僵 你僵了 这完事 你拘要 后手 后手 所以就因为 红帆的帅 我平次是个先手 对 所以这个棋 这方还得补住 所以这时候 唐丹 也不是 唐斯南也是 非常的冷静 冷静 先补住 这个式不能给他 他马太快了 三脚就 两脚就跳上去 捕的是这个 这样红旗吃了 对 吃掉 就是走到这儿 又不可能 马到退伍吃了 对 这时候他吃了 这时候吃了 黑洋 现在要先办了 巨三推四 发动攻势 对 他一踩 一踩 然后这一脚厉害 是吧 咱说了 他这特点就是 我慢慢悠悠的 他别的吧 也很有效 高相别了 高相一别 下到这儿 实战中是走的 炮流退一 是一个比较顽强的防御 当然除了炮流退一 他还有另外几种下法 还有一种 就可能先挡局 争取交换 对 这是一种 炮流退一是一种 但是人家有可能 马三尖二 这样红旺这几个字 还不太多 还是不好动 反正他有点别扭 既然你吃子了 你肯定有点别扭 因为他这鞠马炮攻势 还是挺强的 对 还有一种 就凭这个 凭这个 如果你拱兵吃它 它就这么看上 你现在还吃不着它 你不能这么吃 你这么吃它是一药杀 然后踩了 你不好办了 你怎么弄 你飞向 它就将它把相吃了 对 你可能 拦不住它下去僵了 那黑的可能就赶紧走这个 不像 赶紧补这个 完了你要 这样红的也滑 要滑的话 它可能就 会把老将出来 对对对 跳个马 反正 这样黑的还是挺厉害的 这种棋 对弓起来 黑的应该还是快 就是红的那子有点变 对 有点别扭 有点变 还面临着要 有可能会丢 是吧 对 丢了就甭说了 丢了你收那相 对 就是收工 然后就输了 对 所以这两种 也肯定是经过计算了 是这个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 它这招实战防御 还是挺顽强的 这个顽强在哪呢 这是这样的吧 对 没攻击了 它记今后 如果你走这个 它可以看上 如果你不走 它在这把这军队了 对 它就是想 描着有军物平期的 偷队 对了 对了就没事了 对了 多紫了 它赢了 对 这个就很愉快了 那自然 唐斯坦不会给它 这样的计队的 当然不行了 对 这个先僵一下吧 对 先僵一下 先僵一下 然后足够 这是个先手 对 只能救 这个你就不能再对决 这对吃了 你杀它 它一僵把这吃了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 那就缺陷 多足了 多足还上项 就不行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也很顽强 死死地挡住 这样它 推炮 打满了 以上这一段双方 也算是输功没手 纠缠得很厉害 双方计算也都很精确 对 反正在这个子儿与像之间 角度 在前面这一段的关键时刻 赵银还是发挥了很强的坚韧的战斗力 始终还没有露出过多的漏洞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棋手在赛场上 我觉得老在那守 老在那守 有压力 所以它心情接受不了 你知道吗 它早晚有守不住的那一会儿 就崩溃了 它有时候棋手 就是关键一个在手的时候 如果它能找一些反击 可能心情好点 对 还好点 它现在看不到 它干手 你知道 心情挺难受的 心情不愉快 对 而且长时间的这种压力压迫会出问题 而且你这么老手 老怕出错 时间也会很紧张 对 那么现在这个棋 黑方面临的一个选择 这个红方面临选择是 这个马怎么办 它现在就是要打鞠 对 如果你打鞠的话 你这个马 只要你鞠跑了 这个马丢了 如果你这个马跑了 这个马就给打掉了 或者说 这种牵制 你很痛苦 没什么可下的 但是这个时候 实战中 它是走的马斯退三 先回避威胁 但是它的想法就是 我多个子 它就想玩手了 进攻无望 没有别的想法 全力防守 然后争取对局 对子 然后有机会 我可能还能赢 没机会就合了算了 对 但实际上这个棋 退手反而让自己的子力 更难受了 拥挤 就调不开了 最后调不开了 所以这个棋实际 不如就跳下去 甭管有没有用 我先往对方的阵阵 还有什么后续吗 没什么后续 你打的时候 我就往里跳 是往里跳是吗 反正你先吃不着我再说 你僵我就垫鞠 你僵我就垫鞠 反正我先连着呢 是吧 你怎么着 完了 现在你得先解决这个问题 你是僵我 你还是打还是怎么着 肯定不能换子 肯定是僵 反正我这姿势摆着 你一时半会儿也吃不着 我呢也拿你没什么辙 但是你吃不着 反正我多子 走着走着 也许我的机会就能来了 就是红鞋 黑鞋没有找到僵 变鞠是吧 对 再往那边平 平他可能过来抓你码什么的 你这边还虚着呢 那走什么呀 所以这么下呢 可能就是发展下去 那他就不打了呗 你不打呢 放着你 放着 只能这么放着 大家就这么放着 那变化还很多 先补个棋 对 这些大家的变化还很多 对 这样可能红鞋 给黑鞋带来的骚扰更多一点 你补补补像 他可能也瞪着眼睛往里跑 或者他保证给你兑马去 这都有可能 是吧 是吧 你不顶他 他保证给你兑马去 反正就兑子呗 想着法的弄呗 对吧 所以说这个棋呢 往前走呢 可能就是他的马路更宽一些 反正往回走 看着好像 子都堆上了 好像防守很严密 全是马脚 但是他都练不上 你知道吗 对 他练上也有问题 下边就是一打 一方抛一瓶死 这打得很痛 这只能跳进去了 对 这只能跳进去 然后一将 这样多了个G6平7 对 现在就去 如果马要是在那 你在这儿就没事 你随便平 是吧 对吧 你停打 我抓你马 我还反击呢 是吧 现在这麻烦了 居了平7 这马上又要得子了 对 这样很尴尬 对 这个棋就非常的难受了 你着急就被走败了 是吗 也不是 这个棋 其实我也给他想过很多方法 其中有一种 我说 替他着急 能不能走这个呢 哎呦 这个也挺难受的 都动不了了 走这个 对 我发现也是这个问题 后来他动不了了 人一走 不 人家就走这个 就先 你这个马也进不去 这个马也没地儿跑 反正是都动不了了 然后呢 人家这还可以踩炮 是啊 然后 他这子啊 你还得到处烙跑一会儿 人家晃晃悠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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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进来了 就是啊 你的子就 最后 搁在这里 一旦把这也吃完了 一度冰 就结束了 就没得动 就说实话 都不动 你也动不了吧 好 一二三 就是这意思吗 我就是说编组就用这个就没得动了 这太痛苦了 所以我一看这个 你一再想谁办吧 虽然很努力 但是还是不太行 对对对 这个棋确实是很难受 所以它还是败马的问题 对 但是这个棋实战可能 哎 这就套在这 对 就继续退了 这不能 怎么也不能丢 那有点委屈了 你看 一步就丢了 这马绕了一圈 对 好像推这个也不行 我原来还给他想过 我说干脆往这边推 这局还能宽敞点 也不行 也不行 人家有可能就跳这 是吧 反正这俩马都被夹住了 那个也被夹住 那个也不怎么样 它这个路线 对 所以它就往这边跳就跑了 这样不行了 所以这个棋 我看它走什么了 实战中是推这个 人家一推炮 这样败了 这个棋很危险了 它只有平局了 局次平易 我们就把后边 黑方如何复局 看一看 这后来还僵了几下 僵了几下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一僵 你知识 一桌 这样举起平定 完了是一进 对 这抽入均 一蹬 先蹬的 吃了 对 一刹 这样一蹲 一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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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跳 马五斤 梓丢了 没辙了 只有退 吃了 一刹 认了 没 还没认 还走了两步 这块已经不行了 这一瓶 对 它又顽强的扑了一脚 对 人家横住跑 这下认输了 对 完了 再走一个足迹 这一段招法 黑方走的也是非常的连贯 对 非常巧妙 下到这儿呢 马上就已经有问题了 对 这样黑方 红方守不住了 起码这打势呢 对 你没办法 那下到这儿呢 这个赵银就认负了 那好 这盘棋呢 就是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